2015年1月 慈济马来西亚雪龙分会的志工 在各社区分别举办了11场 慈济教育助养计划家庭聚会 邀约通过申请的118位学生 以及他们的父母共聚一堂 今天我们办这个2015新亚助养家计 就是去年我们帮助助养的学生 缘续到今年 这个佳季就是请他们过来 也正式通知他们 说他们得到慈济继续补助 然后也让他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组长 孩子能够通过慈济教育助养计划申请 获得慈济2015年全年的教育补助 对单亲妈妈邱小慧来说 着实松了一口气 会感觉能够减轻我的负担 给他读书的负担 不用我担心要交什么费什么费 他买的书可以从慈济那边帮助到他 13岁的周兴童自去年7月起获得补助 半年的时间里 每天填写亲子联络簿 让兴童与妈妈之间亲密了不少 让他更有学习的动力 因为我填了那个小车子 然后给了妈妈看 有时候妈妈看到我有改进他也会称赞我 然后就很开心啊 然后又要新的助学金就 会想着读书要努力一点 我希望就是明年 就是初二能进到好班 社会的希望在孩子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此际教育助养计划 让这些成绩优异 但家境不好的孩子们 能在未来的一年里专心学习 为将来打下结实的基础 大约新闻林慧亭 罗国聪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Sky 2 3 2 2 3 2